把剛剛的動作把它記錄下來 以後的話,不要每次都再來一次的話 那其實就錄字聚集 像這個地方 我們要自己寫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用錄字聚集 把剛剛的動作做成資料剖析 那動作記得 一,優標放在 B2,Ctrl-Shift向下 然後再做資料剖析 第一個動作可能要注意一下 優標放這邊,Ctrl-Shift向下 資料剖析,然後把資料剖到這邊來 另外清除的話,就是 我過來之後,不過它會多一個動作 這裡已經有資料,要不要取代,當然確定 然後清除 一樣,你也可以優標放這邊 但是特別注意,如果你要錄什麼清除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下,因為剛剛我只有教課為什麼 優標放這邊,然後如果你要Ctrl-Shift向下 但是特別注意,像這邊有右邊嘛 所以我是建議 你可以學一招,有不要放外面 1,有不要放這裡 Ctrl-Shift怎麼樣 先向右 再向下 這樣的話更好 OK,這也是追蹤的一個技巧 如果你錄字聚集,當然 也是一樣,同學問說 這樣不OK 只是說它的範圍會固定 但是如果你用追蹤的話呢 將來 它會自己去調整 差別在這裡 所以這個也是個小技巧 OK 然後清除 好 然後 不過就有同學會問一個問題 按下它之後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 已經 沒有問題 但是多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的話 理論上 如果 比如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把這個東西 這個很討厭 可以把它關掉 因為它一直跳這個訊息 那這個東西的話 如果可以關掉 讓它會更 更完美 所以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它 以後 就不要顯示 但我講過 錄字聚集 是它幫你 產生的 可是如果說呢 你希望去調整裡面 層次的話 可不可以修改 其實是 可以修改的 那修改要怎麼改 才可以把這個東西 變不見 那大概幾個方向讓它了解 直接用理解 第一個 只要是畫面上產生的東西 都是由 Excel去管理的 Excel它在 VBA的物件 名稱就是Application OK所以特別說以後 你只要看到物件名稱 Application 在VBA裡面 指的就是Excel Excel裡面 這個東西 它有個專業名稱 叫做Alarm Alarm的話就是 一個 訊息方塊 那這個Alarm如果說我不要 讓它顯示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叫DisplaceAlarm 把它關掉的話 等於Force就可以 所以我可以寫 把它寫在這個程式裡面就OK 要怎麼寫 把它按確定 如果要把剛剛那個Alarm關掉的話 其實一 請你先到哪裡呢 這樣也可以開發人員裡面 把那個資料剖析 剛剛的這個 這個聚集 把它錄下來 錄下來 錄下來之後做編輯 編輯有沒有 2的話呢 就是 當然你可以在上面加一些註解 比如說第一個 有不要放 B2 然後Ctrl Shift向下 它其實就是幫你寫一個叫 Test Test就文字 是 To Column Column 就是藍 其實就知道剖析 其實裡面的話呢 有一個地方如果說我要把那個Alarm關掉的話 一 請你在 Sub的下一行 按個Tab鍵 二的話呢 請你跟他講說 請那個App 就是Excel幫我關掉 Excel的話呢 在 VBA的物件名稱叫 Application OK 其實就是手機App 一樣的名稱 Application 電 當裡面有一個就是要不要顯示的話 顯示就是Displace 所以你就打D I S 你會發現有沒有 它會跳出一個屬性 那這個你會發現一隻手 拿著一個資料表示說 這個是這個物件裡面的相關的什麼呢 屬性設定 也就是裡面有些東西是可以打開也可以關閉的 所以呢我們就Displace the Learn 等於什麼呢 你這個時候會發現 等於 後面它自動跳出一個開關 關的話就False 開的話就True 所以我把它關掉一下 好 不過我是建議喔 如果你把它關掉 請你在那個End Sub的上一行 記得要再把它打開 為什麼 怕說將來 其他有些地方 它一定要顯示Alone 結果因為你把它關掉了 它再也不顯示 這也不顯示你可能就會出現一些狀況 所以理論上 當然我是不確定說會有哪些地方的狀況 但是我們預防 所以我就等於什麼 最後再把它打開 OK 這個有點像 比如你要修理家 家裡的電燈 你電燈一定要先把開關關起來 對不對 最後再把它打開 不然如果一直打開的話 就被電到 對不對 對一樣的道理 OK 很多地方 所以特別注意 AppCation裡面有很多地方 是可以讓Excel 去做 開關的 這個AppCation物件非常重要 這個其實 所有物件裡面最重要的 裡面有哪些功能 其實以後如果不知道的話 一樣 電的嗎 這裡面都有 這裡面都有 但如果說 那你要 說真的這裡面太多了 也不用特別去背 可是有的時候 我的習慣就是會稍微看一下 有哪些屬性跟方法 然後比如說像剛剛那個DISM 這個其實就是 我本來也不會寫 但是我因為同學問我 我就想說 推敲一下 這個 誰在管AppCation 它裡面是不是有一個關掉而論 果真有 然後就利用這樣的方 真的試試看 試了之後發現呢 看結果我可以試一下 所以剛剛這個 資料剖析會跳那個 Alone 現在按按看 有沒有 它不會出現 清楚 OK 所以多了一招 還有哪一些地方會需要 把Display關掉 像那個刪除工作表 像我們有大量工作表 你要全部一次全部把它刪光光 但是工作表 它一樣會掉了論 是否刪除哪一個工作表 是否刪除 如果你有100個工作表 你要按100個確定 所以怎麼辦 你乾脆 就直接寫一個DisplaySor論 等於False 等於那個 False的話 它就不會再問 一下全部都刪光光了 感覺會 差很多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以後如果你要修改錄下來的聚集 是沒有問題的 OK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剛剛的那個程式 基本上 我們這個地方是用資料剖析 去把它 做切割 當然 如果你要用 VBA寫的話 可不可以 這個是我 不是用錄製聚集的 是用程式寫出來的 也是可以 跟各位講 像這種東西 如果你要用Excel裡面的公式來做 應該是 即便辦得到也非常複雜 所以 通常這次我就跳過了 乾脆直接用VBA寫 不過VBA這個怎麼寫出來的 程式其實有一點 有一點複雜啦 所以 我就提供給各位參考 這個程式的話 基本上跟剛剛那個有點像 For i 等於第2 這個應該可以改成8 它可以改成向下追蹤 然後多一個什麼 多 一個地方就是說 star 1 star 2 什麼叫star 1 就是說呢 你的前刮戶的位置在哪裡 你的後刮戶位置在哪裡 變成說你要先去抓第1個位置 它預設從頭嘛 可是當它找到之後 再把它a加1的訊息 丟到star 1裡面去 就是意思說 請你從 找到的那個位置 的後面再繼續找 那這邊的話 因為要讓它一直找 找到沒有為止的話 因為我也 假設我不確定說它有幾個的話 那你可以用 Do why 回圈 一直找 找到沒有為止 那for回圈是說 如果你今天要找3次的話 那你就 for i 等於1到3 不過其實這應該有3次啦 其實這邊應該也可以改成 for回圈 如果你不確定說有幾個的話 你可以用多塊的回圈 然後 它就找 找到之後呢 繼續往下找 然後 這邊可能會 再多一個地方 就是欄的部分 Sales id的追欄 id的追欄 因為我們需要 第一次 是放在哪一欄 第三欄 對不對 第四欄 第五欄 所以這邊的話 追等於3 意思就是 我先放在 第3欄開始 等到找到之後 有沒有 請你幫我追 等於追加1 意思說 幫我把第3欄 加1就變第4欄 然後再往後面放 往後面放 那找完之後呢 他回頭 又從 J等於3 又從第3欄 繼續放 好 這樣就可以做出這樣的效果 OK 這個是我想出來的 所以 應該 你們看別人 陳詩欄 應該 如果有完全相同的 應該 會不會是參考我的 不知道 不過我跟各位講 陳詩真的是 每個人的寫的風格都不一樣 你最後會寫出你自己的風格 像這個是 確定是我寫的 所以會有我的風格 OK所以以後 你也可以寫出你自己的風格 如果你可以 把陳詩寫出你個人風格的話 那表示你 真的有進入狀況 OK 不過這當然是要需要時間揣摩的 OK 只是說 陳詩比較複雜 如果各位需要的話 可以從雲端這邊 我是把它放在 這個是錄製劇 我是把它放在 VBA的下面 那本來是長框膏分別寫 不過長框膏分別寫的話 太複雜了 在這裡 就這一段 OK 那我有把那個 剛剛的那個部分 加上去的 用黃色的底色 mark起來 那有興趣同學 可以 自己再 稍微了解 因為如果你這些都會啦 以後很多工作 就簡便許多了 就像說另外有一題 我們剛剛不是有講到那個 自串切割 其實我們本來是 把裡面的這一個 抓過來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問題也是同學問的問題 他跟我講 我跟他講 很簡單 我們差不多講過 他說 老師如果是這麼簡單的話 我就不會問你了 他說 請 你看一下 那個 後面的 第幾個 第6 有沒有看到 第7 有沒有 一個 兩個 然後面的話呢 有兩個 有三個 有四個 有五個 不知道有幾個 因為 他就是做網路爬蟲 爬下來的資料 他要再去把 他爬下來的東西 再去取得他要的那個 資料 放在 另外一個欄位裡面 OK 所以 不知道長度的話 那所以這個地方 也可以拿 剛剛那個程式 拿來 搭配起來 哎 就可以 達到他要的效果 不然呢 你跟 他不會 寫程式說真的 像這種東西 他真的我看他工作應該很快就不保 因為每天都要爬一大堆資料 每天都要抓一大堆資料 那他怎麼可能不用程式來解決 所以這東西不用程式解決還真的無法 把結果給做出來 所以 各位可以試試看 這個 這一題的答案 雲端上其實也有 我也有把那個 這一題有沒有 放在字串切割 OK 裡面其實長得有點像 Do why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不妨也可以試試看 畫面 再 還給各位 所以剛剛部分的話 我們主要就是 講到有一個就是 把那個 Displaced Learn 給關閉 關閉 另外的話 就是說 如果我不要用資料剖析的話 那我可以用 就是VBA程式 一個回圈 加上一個那個 從哪一個字開始 往下找 往下找 找到沒有為止 這裡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看到 рол 0 2 1